我很感谢你啊 帮我们家任东 考上了中医大学 我呢 也必须对你投桃报李 刚才我替老太太把曼 说实话 她的情况 比强威当初更为严重 所以我希望 你我能联合起来 一起医治老太太 古风 你什么意思 老太太就病成这样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你个死要面子的家伙 万一老太太的病情有变化 你这个做儿子的 你待得起吗 古风 我觉得展大夫说得有道理 你就答应 跟他一起联手治疗娘吧 古叔叔 古大夫 好吧 我答应你 太好了 这就对了 准备好你的针灸用具吧 一会儿我们两个会诊 你 找我的药方 到千元堂抓药去 丫头 好 你到厨房去 把那个什么元气茶 煮好了备用 好 古风啊 老太太这次的病呢 我觉得呢 应该先从这里下说 我来帮你吧 你告诉我 我要干什么 这些活儿你干不来的 没关系 再说了 我不想引起强威的误会 我跟他又没有关系 干吗怕引起他的误会啊 扎宁哥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我 好吧 我不是怕他 我是怕他会 借机找你麻烦 我听你的 先回去 我听你的 先回去 等等 你就没有什么 要跟我解释的吗 我跟你没有什么话好说 你 对 你跟忍东就有说不完的话 做不完的事 跟我就无话可说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真的没有什么话好说 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什么 不过我要警告你 忍东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们骨架 请你好好对待他 不要再用那种不好的口气 跟他说话 陈正殿 秋月 再添点水 秋月 千尉 我只是要提醒你 离我的郑定哥哥远一点 现在奶奶没有清醒 等他醒了 身子好了 我就会和郑定哥哥结婚 我们会生儿育女 幸福地过一辈子 请你离我的郑定哥哥远一点 小姐 忍东是来帮忙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 好 千尉 你干吗打秋月啊 她是我们家下人 轮不倒她说话 你有什么火 冲着我来 不要对秋月生气 她是我们家下人 我愿意怎么样 就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啊 千尉 不要 你 你干吗打她呀 你们在干什么 忍东 你身上怎么都湿透了 没事 阿姨 发生什么事了 秋月 你跟我说 发生什么事情了 别说 小姐莫名其妙地泼忍东水 还警告她不要缠着陈正定 然后我替仁东解释 小姐就打了我一巴掌 仁东替我挡着 小姐就又打了她一巴掌 强威 秋月说的是真的吗 是 我是打他们 那又怎么样 你 你怎么可以打人哪 他们都是过来 为了帮咱们谷家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娇满 这么任性哪 你又不是我亲妈 你管得着吗 阿姨 对不起啊 都怪我 因为我才 这不怪你事 是强威无理取闹 忍东 我知道你心底善良 不跟强威计较 如果 枪威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嗯 我会找机会 跟她好好谈谈的 谢谢您 阿姨 哦 对了 展大夫 让你把熬好的元气茶 给送过去 哦 我知道了 阿姨 阿姨 秋月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 才让你挨了一巴掌 让你受苦了 没有 受苦的人是你 你老是要平白无故地 受她的欺负 她就是这么又骄纵 又蛮横的 难怪陈正定不喜欢她 只喜欢你 这话千万不能乱说啊 要是被强威听到 又没完没了了 好了 展大夫 让你去清元堂拿药 你都拿来了吗 还没来得及呢 我准备来拿篮子的 这不刚好碰上了吗 好了 你也快去吧 早去早回 嗯 嗯 嗯 旅里 有限喔 厘 Rab 你